Hello,大家好,我是瑶瑶 今天用火龍果和弄米來跟大家分享好吃的 軟弄香甜,可好吃了 先在火龍果頂部劃個十字 然後剝去外皮 剝好對半切開 切條狀 再切丁 裝入到料理機中 蓋上蓋子 炸出果汁 忽略到碗中 加入20克白糖 攪拌融化 然後放到一旁 少量多次的加入到糯米粉中 一邊用筷子攪拌 直到出現這種顆粒狀後 下手戳回粉狀 這個樣子就可以了 先放在一旁備用 再來做一個不用顏色的 準備清水少量多次的加入到糯米粉中 一樣的情況,一樣的方法搓碎 這個程度就可以,先放到一旁 這次我提前用火龍果汁浸泡了四五個小時的糯米 果汁已經完全被糯米吸濕乾了 準備一個模具 把糯米放進裡面 不平整了 這樣就可以 蓋上一個蓋子 放入到蒸鍋中 蓋上蓋子蒸15分鐘 時間到,把蓋子打開 在上面撒上一層白的糯米粉 然後再撒上一層紅的糯米粉 就這樣一層接一層 直到做完 然後蓋上蓋子 蒸30分鐘 蒸熟後,趁著熱氣在上面撒上一層白糖 然後取出來 倒扣在盤中 脫下模具 再翻過來 這樣糊龍果糯米蒸糕就做好了 非常的軟糯,看著都馋了 用刀切太粘了 我們用餡來切 再切個小塊 非常的軟糯香甜 太好吃了 喜歡了就收藏關注吧 我是瑤瑤,感謝您的支持